不過真的急了啦 台積電也在喊話忍不住了 就是說你蔡政府的動作 快一點好不好 趕快打BNT 就是希望能夠縮短 這個疫苗檢驗 還有接種的準備程序 趕快打就對了 在剛剛陳時中有回應 但陳時中就說 檢驗14天不馬虎 所以意思就是 快不了就是了是不是 海翔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就不曉得 你只問我一個 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的問題 他的科技高端 高端有檢驗14天嗎 他EUA一過 他馬上在那個 登記系統裡頭 就讓大家去登記了 那BNT呢 一過 簽約他也不急 EUA他也不發給他 而是直到 那個郭董要上飛機的 就突然間 我們沒有拿到EUA 他離世8月3號才給他 就好像 我覺得他的事情的標準 不是雙標 而是每件事情 都有他自己心目中的 那一把標準 那其實這個檢驗 我還是要講一下 其實如果當時 他覺得疫苗很急的話 在那個德國要進來的時候 他就趕快要應該去 就會去檢驗 這些我覺得這些都可以 提早做準備的 當然為了安全起見 因為現在看起來 就14天就急不得了 所以這個我們也很無可奈何 但是其實我就覺得 他非常的雙標 在高端的疫苗上面 他幾乎就是超前超前超車超車 就快快快快 就讓他上線 可是現在聽說高端打的人不多 這兩天多了一點 這兩天回來一些 因為明明疫苗可以打了 對 明明疫苗可以打了 那我覺得 其實我還蠻想講一下 這個小兒科醫師 他的說法 你看有這麼多小朋友 他現在是確診者 真的隔離會非常功成浩大 真的 你要怎麼樣讓這些小朋友 幼兒園的小朋友 他要怎麼樣單獨隔離 他一定要跟家長一起 那這個問題會非常複雜 現在的狀況 在前一波疫情的時候 沒有太多小孩子 沒有太多小孩子傳染 有家庭傳染 但是數量沒有很多 那我覺得這一波的時候 都應該要把這件事情想好 然後其實委員趕快開議了 馬上開議了 我覺得其實一件事情 是非常250 我們政府不想誤虛不誤實的 一個具體的表現 就在於他沒有覺得 從五月份的疫情當中 學到什麼教訓 對 然後學到一些什麼 然後趕快準備什麼 他滿腦子只想 過去幾個月 他一直在想說 我趕快又要開始振興了 我要發錢給民眾了 反正我只要發錢給民眾 我民調就會上來 其他的都不重要 那種去整備醫療資源 重新訂地合理的SOP 裝羅疫苗 這些事情對他來說 就是那種可能做了 人家也不會給你什麼 特別的讚賞 覺得這是你份內的事情 那我索性不做 我就做那些討好民眾 要發錢 現在問題來了 如果疫情再度爆發 你疫情再度爆發 你發幾倍券都沒有用 誰敢上街消費 那那個錢才真的打水漂 那個民眾想不存起來 都沒有機會 因為我沒有辦法出去消費 我就只好把錢存起來 所以我覺得 終歸一切 還是把防疫先做好 那防疫上面有枝枝節節 方方面面你都有太多 很奇怪的事情 剛剛講疫苗的事情 14天 其實我覺得檢驗這件事情 該怎麼做又怎麼做 我倒是不曉得 那我補充一下好了 因為陳時中坦誠說 這次BNT標準品比較晚送來 所以首批封肩是要14天 之後檢驗大概只要七八天 就可以出關 加上解凍的時間 可能又會再長一點點 我覺得其實 我覺得其實這一屆的BMT 之所以要檢驗那麼久 很大原因 很大原因 因為它是突然天上掉下來的 我們原本想著的 就是郭董那批改了標籤的 沒有要打復必泰 所以你的這個程序 全部都要重新走 全部都就是一個完全 完整的程序必須要走完 這件事情上面 我倒是不想要特別的去刁難它 或是說在這件事情批評它 那總之後續如果陸續有禍進來 趕快讓民眾打 因為畢竟這個疫苗 不是打下去之後 立刻就有抗體 你起碼還要再等個兩週 那所以這樣子 你到九月底開始 九月下旬之後 開始給民眾施打BMT 也要到十月中 才可能開始第一批的人 陸續出現抗體 那打一劑都還不見得 能夠抵擋Delta病毒 所以這個急 這個急你現在急 也來不及了 而是我們過去一段時間 都不知道在幹嘛 現在我們作為一般民眾 我們除了一邊在看節目當中 不能理解我們的官員在想什麼 然後看到我們人心惶惶 又一肚子火之外 還是把口罩戴好 戴好戴滿其實是最保險的 我還是要呼籲一下 剛剛你講到那個醫師 那個凱翔 講到醫師的意見這件事情 就是說小朋友 倒是可以呼籲指揮中心 尤其是李秉穎 也是我們兒童醫院的院長 也是兒童的專家 就是說這一波都是小孩子 好如何隔離 我覺得這真是一個大工程 我剛要來的時候 我們辦公室的顧問醫師問我說 那小朋友住院了怎麼辦 我說那要看他年齡 以前我們在太太醫院的時候 那個兒童醫院 因為我都在家豪病房 住在家豪病房的小朋友 我們是隨時 爸爸媽媽要看病了 或是整天要讓他在你陪伴 我們是全部都讓他進去陪伴 那現在就是說 小孩子如果他確診了 他需要隔離了 到底是怎麼辦你把它放在一個 單人的一個空間裡頭 這小朋友的心裡頭 可能也會生病 事實上是需要有大人的照顧 所以這個到底他的指引 他所謂的就叫做SOP的概念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可能專家學者 要趕快訂出來 到底太小的小朋友 是不是要有爸爸媽媽陪 那大一點 比如說6歲到12歲 他可能自己會聽 可以跟護理師或是醫師配合的 他可別自己單獨在一個病房裡面 我覺得這真的是一個大工程 所以在這裡呼籲 從昨天爆發的時候 我就一直在想 小朋友一旦住院 一旦需要被隔離的時候 一旦他在一個 就是一個單獨的空間裡頭 到底應該要怎麼辦 當然我以前在醫院的經驗裡頭 就是我們就先告訴爸爸媽媽 如果你也已經是 跟小朋友一樣難醫 就是住在一起 我在和平醫院的時候 曾經碰過一個 非常感恩的故事 我覺得可以講一下 在這裡很箭拔弩張的情況下 講一點溫馨的事情 我在和平醫院篩檢的時候 就有一個小朋友 他有症狀 4歲 4歲的幼兒園 在念幼稚園的小班 那他有症狀 他症狀那一天 那他爸爸媽媽就覺得說 小朋友有症狀 是不是我可能父母親也有症狀 所以是爸爸媽媽 跟帶著那個4歲小朋友 來做篩檢 果然三個都是陽性 但是呢 女兒小朋友呢 他雖然難免 可是他就在我們那個 篩檢站跑來跑去 他活動力相當好 可是我們的醫師 跟那個指揮中心就覺得 他應該把他收住院觀察 收住院觀察 後來我們就決定說 媽媽當時的症狀 叫做胃絕失調嘛 所以就想說 讓媽媽跟著那個女兒 去住同一個病房 因為當時 大家都知道6月份的時候 是整個醫療量非常緊繃 沒有那麼多的病房 所以就讓他們兩個 小孩子跟媽媽睡吧 睡一張同一張病床 所以當時開出來的床就說 媽媽帶著4歲的女兒去住院 那這個爸爸呢 就是自己帶著行李 要去住那個黃毅旅館 結果那個媽媽 年輕的媽媽不到 大概30歲左右一個媽媽 結果一直跟我們求說 他不要住院 我都搞不清楚他為什麼不要 他說我不要住院 我不要住院 我讓我先生去住院 我先生照顧小孩 我們心想說 這小朋友跟爸爸比較好嗎 這樣子嗎 然後他反正他就一直 嚕了半天 他後來就跟我們講說 他家裡頭唯一的經濟支柱是先生 所以他覺得先生去住在 專者病房裡頭跟女兒 會得到醫護人員比較好的照顧 因為他是家庭的 家裡頭的一個經濟的支柱 家裡頭只有靠他在賺錢 那他就覺得說 我雖然有症狀 但是他覺得他還可以撐得住 他說我自己去住防禦旅館 就是聽起來就是有點感傷 但是也是非常窩心的 那那個小女孩就是 也是一戶沒有什麼事情的一樣的 在我們面前拋來拋去 所以還是要呼籲一下 這一波如果這樣子爆發 這樣子的一個幼兒園的一個大感染 這個隔離上面的SOP是一件事情 那如果一旦住院 住在專者病房去的時候 到底應該怎麼去住 父母親要跟著陪呢 還是說把他丟在一個 單獨的房間裡頭 這個可能都是一個很 現在必須要面對的一個問題 這個倒是拜託指揮中心 可以提早早前部署 開始現在就開始釘釘SOP 對 好 那這個病委員 因為我們有個老朋友王洪文先生 他抖內進來 他特別說要請教壁乳委員 他說他今年70歲了 那他有類風濕性關節炎等慢性病 那他目前都還沒有打到疫苗 所以他到底適不適合打疫苗 我還是會建議他要去打 因為類風濕性關節炎 通常可能平常會有在吃的 要其實說酸了 白話我們叫做吃類固醇 那如果你的劑量是一個低劑量 就是一天只吃5mg 就是一小顆 他應該聽得懂我在講什麼 就只吃一顆的 或者是只吃2顆到10mg的 我還是會建議你去打 因為雖然就是有點風險 但讓自己的身體免疫力 因為類風濕性關節炎的病人 就是你的免疫力比較差 對一些就是比較容易感染 所以我還是會建議你 但是你要打的時候一定要跟醫師講 現在目前有沒有發燒 目前有沒有什麼樣的症狀 如果沒有的話 我還是會建議你打疫苗 好 我們來看到 因為最近 這個Delta疫情的關係 讓大家全民都非常非常緊張的情況之下 想要大家再會算 AZ打不到 莫德納等不到 BNT輪不到我 所以萬萬沒有想到 連續好幾天打氣低迷的高端 這一回居然出現了暴打潮 大家打的是什麼 就是多出來的那些爽約季 我們但你要看到 這個是從9月好了 9月2號才530劑一整天 可是時隔一天9月3號 已經是兩倍多了1261劑 那當然因為高端之前都罰人問津 所以他的後來都不用預約就可以去打了 而且還延長到9月11號 那已經開放所有年齡層施打 民眾不用預約都可以去 結果9月4號到9月5號你看有沒有 7073劑 結果好久沒有看到這個數字了 9月6號暴增到1571劑 所以到目前為止是已經接種了 67.7萬劑 好 那因為可能真的是這一波疫情的關係 那推波助瀾的情況之下 包括來看看彰化 彰化9月6號 自願打高端是他們第一天的5倍 所以這個數字說明了什麼 除了我剛剛講的眼下很多疫苗等不到 那我身邊很多人是因為 反正暫時也沒有出國的需要 還有看到很多人打了發現說 沒有什麼副作用 所以也就去打了 那我昨天有朋友真的就是去打高端 他本來想說打氣這麼低迷 10分鐘以內輕鬆解決 結果沒有 他到現場還等了大概半個小時 所以高端起死回生啦 這一波 彰霞 我不覺得高端起死回生 因為這個數字還是很低啊 相較於他原本要給大家大規模 施打的幾十萬 然後五百萬劑的這樣子 這個預採購的量 一天打一萬多劑還是非常低啊 那其實我覺得打高端這件事情都是個人的選擇啦 那我們也是非常的 個人選擇 然後我們尊重 那還是特別心疼很多朋友 他也許因為工作上的需求 或是他沒有其他選擇的餘地 很多我們的政府的催打 還不是靠這簡訊 你看你們把這簡訊拿出來說是催打 我覺得政府真正最狠的催打的一招 就是勞動部居然說什麼 你不打疫苗雇主可以不給薪 這樣子是最狠的催打 那很多民眾因此必須要去打 然後沒有人疫苗選那怎麼辦 那就只好打高端 所以政府的催打倒不是這個簡訊 而是一直都有很多的爛招 一直很多的奧波在那邊逼你 我問你 那110萬封的細胞簡訊 嚇死人他是不是呢 也是要催你去打高端 這個我可以回答一下 那我先走 我再講個故事 我禮拜六因為我推那個公投嘛 那禮拜六我就到第一站到金門 結果到晚上傍晚的時候 我辦公室的主任突然拿著他的手機的簡訊 他收到了 然後他就跟我說 委員這個怎麼辦 然後我就看了半天 我終於把它唸懂了 就是說OK 如果你有症狀的話 你曾經在幾號到幾號 有跟這些確診者有接觸 那如果你有症狀的話 一定要去做篩檢 結果我就唸給他聽 然後他就跟我說沒有啊 那個我來之前一個禮拜我都請了年修 我就跑到澎湖去 有誰啊 怎麼會有跟確診的人 我就說我不知道 總共就花了110萬 不通的那個簡訊 我的團隊裡頭大概就收到兩三通 對 然後他剛好還好 因為我們要去金門 金門要去金門的時候 一定要做快篩 我說那就順便做快篩 大家都是很安全的這樣子 對 所以我不知道這個快篩 我覺得它是一種吹打嗎 我不知道吹打 現在我常發現的是這樣 我辦公室常常打電話進來 他就說雇主說 如果你不打疫苗 你就每個禮拜都要做PCR 然後你要PCR拿證明來 那每天就是在你的手機裡頭 要出事到哪裡 固執就要告訴你說 你只有兩個選擇 一個就是去打疫苗 一個就是一直戳鼻子 一直戳鼻子 就一直戳鼻子 那這110萬通的簡訊 是不是也是一種另類的行銷 我是不知道啦 對啊 還想陰謀論是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當然都是合理的懷疑 那其實我覺得民眾還是自己要想一下 那畢竟現在有很多資訊都揭露 說高端他其實原本說 他打了之後沒什麼風險 然後頂多沒效 現在看起來風險是存在的 然後還是可能沒效 還有之前 包括我個人也得到一些資料 就是高端打第一劑 第一劑打下去之後 他基本上是沒有抗體的 不要說保護力 我剛剛差點又不小心講了 保護力這個字 沒有做三期的疫苗 是沒有資格談保護力的 光是在抗體生成 他只打一劑的時候 效果也是非常的令人存疑的 就是高端自己內部的報告 都有這樣子的數據顯示 那唯一可以稍微稍堪告位的 就是說高端現在可能沒人跟你搶 所以你可能打得到第二劑 但是這件事情上沒有人跟你搶 也不代表高端能做得出來 這麼多人去打了高端之後 高端現在的生產的頻管是有問題的 所以他生產10萬劑 不代表這10萬劑都可以檢驗通過 所以你的第二劑到底要等到什麼時候 這恐怕也是還未定之天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還有選擇了餘地的話 然後還是要幫自己做一個最有效益的選擇 你同樣都要承擔接種疫苗的風險 那你為什麼不乾脆就打好一點的呢 然後你要思考說 如果你沒有在被逼的情況之下的話 你要不要等那兩劑的時間 不然的話你只打一劑的話 其實就像剛剛講的還是像裸奔一樣 所以我覺得所有朋友還是要為自己做一個 比較合理的決定 可是委員高端自我感覺良好 在昨天高端總經理才端出了八大特色 那今天又說明年目標要賣1億劑高端 所以你說產能 感覺起來產能沒問題啊 第一個我不曉得他哪來的自信 但是我還是要呼籲他講這句話之前呢 還是能不能好好的做完三期的臨床試驗 其實我相信我們都很支持國產疫苗 對支持國產疫苗這件事情沒有人會反對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剛剛凱翔也講到了 沒有沒辦法有談保護力這件事情 那所以其實你要不要賣1億劑或2億劑 我們都樂觀其成 但是我還是要呼籲就是說 好好的做完三期 做完三期有一個完整的報告 然後有一個能夠 就是有論文發表在國際期刊上面 然後好好的拿到一個 全批評這樣的一個藥證 那這樣子我覺得也是國人的驕傲 那至於因為面對Delta病毒這一波裡頭 我大概就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那個新加坡就是 如果他打完完整的疫苗的話 就是他沒有發展 就算你染疫得到Delta病毒 他也不會發展成重症或死亡 但是如果你過去都沒有接種疫苗的話 再變成重症或死亡的比例是6.7 因為新加坡他有幾乎有很高的比例 是完全中完那個兩劑的 所以這個在這兩劑中間呢 事實上大概會有一個很大的一個比例 所以我們還是會呼籲 目前來講就是 疫苗要足夠趕快打疫苗 那首先國內先第一劑 要這個施打率要能夠上來 那第二劑真的是差太多 就第一劑打的是44% 那第二劑真的就只有4% 就是44對4%的一個比例 那我覺得這個是還是 國人還是想盡辦法 能夠在有疫苗的情況之下 能夠趕快去施打疫苗 那至於你要選擇什麼樣的疫苗 我覺得那個就是要尊重 每個人的就義權利 是 可是呢對於高端雄心勃勃 為什麼朱凱翔一直笑 你這個笑不還好意 陳燦菅就整天在胡說八道啊 他就跟特定的媒體人 然後一搭一唱啊 前一陣子還講什麼 講說什麼 就是上了某另外一個網路節目 然後就在那邊講說高端 高端怎麼樣呢 高端這個疫苗很厲害 他會隨著病毒變化 然後呢都可以就是好像病毒 就像是這個逃不出佛祖的手掌心一樣 佛祖疫苗這種話你都講出來了 你什麼話講不出來呢 說賣一億劑你賣給誰啊 你乾脆你乾脆把它開成像啤酒餐廳一樣 來我來我給我來一杯高端吧 不要講那些五四三的 你高興就好 所以當然就只有笑而已啊 你看到他在講這些五四三 你除了笑你還能幹嘛呢 好那希望大家可以讓我笑得出來好不好 就是我們的訂閱數字先來一下 有點慢 有啦有啦 昨天有幫我跳上去好不好 跳到44.9萬了嗎 就差一點點要45萬好不好 趕快趕快幫我達標 44.9144的訂閱 當然太慢了有點慢 那所以希望44.5萬 好希望在今天節目結束之後呢 就可以達成這樣的一個數字 麻煩大家了 好那同時呢 我也為您介紹這個 接下來第二個小時的節目來賓 那目前呢正在就座當中的 是慢慢來沒關係啦 很緊張被千惠趕的這個大家都很緊張 時事評論員賴岳謙賴教授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以及桃園市議員黃敬平 千惠哥哥大家平安 好大家平安 真的要平安你知道為什麼嗎 大家自求多福了 現在疫苗不夠 好第一章我們今天做的 就是這四個大字 這四個大字打通關啊好不好 就已經是解答了所有問題的根本 就是疫苗不夠 怎麼樣都疫苗不夠啊 你在那邊吵有些人是什麼 我要追第一劑的這個覆蓋 追求第一劑覆蓋率的這一派 有些人是說不行不行 你要達滿兩劑覆蓋率才行 有人是這一派 你都不要吵啦 如果你疫苗夠的話呢 你現在第三劑第四劑 對我們來說都不是問題啦 好更別說年齡從上往下打 或從下往上打 這通通都不是問題啊 我們現在會糾結成這個樣子 就是因為疫苗都不夠 好那但是因為這幾天 我們一直講到說高端打氣 真的非常的低迷 可是最近呢 真的整個打氣回來了 從很久很久沒有看到這個數字 單日已經破了一萬多人施打 一萬五千多人打高端 那麼原因不外乎 我們看到這一波的Delta病毒 感覺真的是來勢洶洶 台灣不妙 而且因為幼兒園群聚 在剛剛陳時中說 目前金定序傾向 指向就是Delta病毒 好那當然這個結果 是在明天會出爐 那更別說 長榮機師群聚 目前長榮機師 還有機師的兒子 全部都確定 金定序就是Delta病毒 長榮機師 和幼兒園群聚 這兩塊有沒有 直接必然的關係 目前還不得而知 因為陳時中說呢 言之過早 就是在這樣子一個 大環境的氛圍之下 高端現在打氣又回來了 所以你看到嘛 彰化在今天呢 昨天9月6號施打高端 是第一天的五倍 所以看得出來民眾的反應 就是我沒得選 我就只好打高端 那剛剛教授 我們前面有在講說 包括了這一波群眾心裡的恐慌 第二個就是前兩天那個週末 很多人有收到這個 慶平好像有收到吧 簡訊 細胞簡訊 那大家已經很害怕 有被嚇到了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覺得是不是也是 另外一種另類推銷高端 可以加速施打高端 當然可以這樣推斷 但是我覺得人民 我們的廣大的民眾 處在一個極端的無奈 真的是極端的無奈 現在講一個新的新聞 泰國 泰國有很多的泰勞在台灣工作 泰國的人口才六千多萬 到七千萬不到 可是他們打完兩劑的 已經一千萬人 打完兩劑了 所有的防疫專家都告訴你 一劑沒有辦法形成防護網 一定要是兩劑 才有辦法形成強大的防護網 這個是已經告訴你很明白 現在很多國家 已經要開始打第三劑 這樣的情形才能夠 基本上守得住 那基本上守得住 還是會有破口 但是它對於一般民眾的 生活的影響傷害 已經不會那麼大 第二個它對於所有的 醫療的負擔 不會讓它崩潰 因為重症很少 死亡率幾乎是零 所以一般來講 就有點不舒服 那麼一般的診所醫院都可以應付 可以處理 所以大的醫院 尤其是重症的 這些慢性病的 他們就可以大量的使用 這個大醫院來去做治療 因此人民的一般的生活 我們講的是 我們平常一般的標準的 這個灌腸的這些疾病 都能夠獲得有效的照顧 也就是說不會因為 得到這種嚴重的新冠肺炎 然後成為重症 它必須要再塞進去 然後排擠掉 原來的其他的這些 住在一些家父病房 或是住在病房的這些人數 這個道理很簡單 也很明白 大家都很清楚 所以它的關鍵就一個 那就是疫苗一定要夠 可是問題就在於 台灣現在變成是一個 一個被施捨的一個地方 好 有人捐你兩萬劑 然後蔡英文感激 涕零 有人捐你四萬劑 哇 他感激不知道該 現在日本在捐你六萬劑 我們幾乎都是在靠施捨過日子 靠日本 靠波蘭 靠立陶宛 靠一堆人在施捨過日子 真的很省欸 蠻省錢的啊 對不對 但是很可悲你不覺得嗎 因為那種可悲 是我們講不出來的可悲 那這種可悲主要的原因在 我們台灣的景況淪落到這裡 也就是台灣需要各個小國 而且他們的疫苗都已經打好打滿了 他們打好打滿了剩下的疫苗 或者日本不要的疫苗 就往台灣倒的情形下的時候 台灣對他們感激涕零 而我們台灣的外匯存體在全世界排名前十名 我們的外匯存體這麼的多 我們的人均所得兩萬多美元 我們不窮 我們的外匯存體這麼的大 我們為什麼沒有疫苗 那您講的高端 說我們自己自產的疫苗 不是 它是台灣私人公司生產的疫苗 台灣的私人公司生產的疫苗 它不是國營公司 它是就是台製疫苗 它是台製疫苗 所以它不是國營公司 它賺的錢不是回到國家裡面來 它是私人公司 而且是跟綠營很有深厚關係的 私人公司的疫苗 你想想看 它說我一劑要881塊 目前來講全世界最貴的疫苗 目前 對 全世界最貴的疫苗 沒有做三期 聯合國的國際衛生組織沒有承認 沒有得到國際衛生組織的背書 所有的資訊都不充分 也都不明白 它說我要賣一億劑 各位觀眾朋友 您用嘗試判斷 誰會用最昂貴的錢去買一個 沒有有效背書 沒有可靠的背景 而且呢 這個廠不是國際間的大廠 我要用最高的價錢去買 請問有誰會幹這種事 我嘗試告訴我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它就可以做這個宣傳 做這個宣傳的目的在哪裡 做這個宣傳的目的就是搭配你剛剛所說的 這個Delta突破進台灣了 我們沒有疫苗可打 好多人感染喔 而且是家庭性的感染喔 所以呢你為了你的安全健康 可是又沒有疫苗可打 而它明年要賣一億劑耶 而且是最高價耶 國際間最高價耶 欺騙 我是覺得涉嫌嘛 應該講是涉嫌 涉嫌 欺騙這一些無奈的一般的小老百姓 說我真的無奈 我也沒有第二類的人脈 我也沒有第一類的關係 然後呢我就是排不到隊 我既無關係 我又無特權 我又沒有人脈 然後我又拿不到打不到疫苗 可是我又想安全 然後我又不想被感染 然後我的工作又不能夠說每天身居檢出 我的工作又必須要跟人接觸 我可能要賣東西 我可能要跟客戶有來往 我可能要跟顧客有來往 我好痛苦 我好無奈 所以我就去打一個不明不白的 也不知道他的 因為他的第三期一直沒有嘛 然後我就打一個沒有第三期的 不明不白的 因為陳時中也不敢給我們背書嘛 他也不敢給我們背書說有效多少 安全性多少 也沒有副作用 保護力未明就告訴你啦 說明書就這樣寫 那也就是說官方告訴你 保護未明的情形下 我卻去打一個官方說保護未明的疫苗 各位您想想看是不是極端無奈這兩個字 無奈啊 我覺得人民活得這麼卑微 活得這麼痛苦 活得這麼無奈都是誰造成的 蔡英文領導的民進黨 就是不讓台灣有疫苗 我覺得很奇怪 有一個國家的政府 說我想方設法不讓你有疫苗 這個 了不起耶 這不簡單耶 因為他只想賣一家公司的疫苗 所以他讓 他讓世界各國去捐那個零頭 然後我們台灣就靠 世界各國捐零頭的那些來過日子 然後呢 人家大批量要給你 我們這個拒絕 那個拒絕 這個挑剔 那個挑剔 然後呢 羞辱世界大的 尤其是歐洲 國民所得 像德國 他們的國民所得是五萬多美元 台灣你要一萬多嘛 可是他們打的是BNT耶 然後去羞辱BNT 所以你會無法理解就是說 這樣的一個蔡英文政府 究竟是什麼樣的一個政府 不能無法理解耶 也無法想像 可是我們的老百姓卻還容忍他 而且還可以讓他 所以剛剛在聊天室有網友說 台灣人脾氣真好 好到不行耶 真的是 你怎麼可能容忍這種政府呢 這個了不起的政府耶 你怎麼可以容忍他到這個程度 這點坦白說 台灣人真的是無奈 有的時候我們也覺得我們是順民 就是如果1450跟民進黨的那些 挑動起來的那些人 可以去衝撞我們的立法院 可以去衝撞國民黨時期的那個 那些人都不見耶 因為原來民進黨真的是 按照蔡英文過去我們所說的 她是能夠掌控暴力的一個政黨 但是國民黨卻是一個 軟綿綿的一個黨 沒有辦法掌控作戰力 沒有辦法像民進黨 這樣的一個能夠叫你喊打喊殺 然後丟東西 然後丟磚塊丟什麼的 然後去包圍 然後去扎窗戶 我覺得然後去佔領你的立法院 這個相對來講 國民黨真的是溫良恭儉讓耶 不簡單耶 然後這個民進黨真的是 剛好溫良恭儉讓的對立面 這個黨真的也不簡單 而且能夠 能夠在他執政的時候 然後這些人就安安靜靜的 因為我猜安安靜靜的這些人 搞不好很大一批人 都已經變成第二類打到疫苗 好 我們看到這個是網友 Ray Orris 他就是高端就是黨產疫苗 好 可是呢 目前看到這個高端的打氣回溫了 那賴教授的解讀呢 所以這是凸顯出人民的無奈 為什麼無奈 因為別無選擇 就是蔡壁武委員特別提到的 追根究底就是疫苗不足啊 疫苗不足才會造成這種現象 也可以說算是台灣奇蹟了 那我剛剛有特別提到說 高端呢 真的是自我感覺良好 而且非常會說大話 那要說明年目標是賣一劑 然後來看到外媒 彭博呢 都說這個目標對照高一公司 尚未進行三勤試驗 顯得雄心勃勃 要招募到足夠受試者參與試驗 說服台灣外的主管機關 深具挑戰 所以 彭博都酸成這樣子 那我只能說你高端真的很狂啊 靖平 還有他的價格也好狂 31.9塊 就像就幾乎32塊 32塊美元一支 一劑32塊美元 大概是新台幣880塊 跟這個國際間 現在已經在世界各個國家地區 也是成為WHO世界衛生組織的 COVAX平台的AZ相比喔 買一劑高端 等於可以買6劑到7劑的AZ AZ一劑5塊錢啊 5塊美金啊 對不對 等於就是150塊不到啊 那我剛剛講 880塊的台幣的這個高端 然後32塊美金 等於是買6 7劑AZ 然後可以買一劑高端 市場是自由流通啊 資本的市場是價格優勢啊 不是說你價格貴就是好貨 你又不是那個時尚名牌 對不對 你又不是那個有名的這個珠寶 然後有名的那個或者是那個 這個蘋果iPhone什麼什麼 那種那種世界各大品牌 我說講的是那種叫的出來的通路 叫的出來的那種精品名牌 你不是 然後你賣的比阿斯特捷利缸還貴 好 陳燦堅可以有野心 也可以有信心 那從這個基礎立基點站穩很好 希望高端越做越好 能夠三期實驗順利通通通過 不要說我們台灣人 都不捧你的腸啊 不扯你後腿啊 在那種那個沒有疫苗可打的情況下 打氣回溫 對高端來說 也是換了一帖好幾帖的信心 但當你跟彭博講這些話的時候 勾勒出美好的願景 你明年的目標要生產一季 我問你 今年的五百萬劑 現在已經這個九月 彷彿這個即將過一半 三分之一差不多了 那剩下十一十二還有三個月 三個月半 三點五個月五百萬劑 你在哪裡 你現在差不多給我們政府 就六十幾萬劑 八十幾萬劑 不到一百萬劑 現在再打的還有二十一萬劑 這幾天這樣陸陸續續打下來 可能二十萬劑就慢慢 慢慢就是打的差不多 降到二十萬以下 好 八十打了這個八二三到現在 以及也是十幾天了兩三個禮拜 打了到現在 打了大概你看也是五六十萬劑 所以這樣的一個進度 也是因為我們現在沒疫苗可打 否則如果現在有很多的疫苗 可以相比一下 莫德納、AZ跟這個BNT 擺在一起比較的話 可能高端它的施打率 會再往下降 我很懷疑三個月 三個月它要生出四百萬劑 當然啦如果能夠做得到 那是你高端辦事能力好 你要履行你的契約 否則你就是違約 你這個跟政府簽的契約 錢都付給你的 從頭到尾都開綠燈讓你過了 那眼前高端我看蓬勃報導 也有兩個困境要克服啊 一個克服是 第一個困境是 世界上跟針對Covid-19的疫苗 有上百支耶 包括我剛講的除了AZ、莫德納、BNT 還有嬌生 還有那個俄羅斯的史普尼克 衛星5號對不對 中國的這個科興啊 什麼國藥啊還有好多 零零種種上百劑的這個疫苗 高端如果你要去跟人家競爭 就好像每次我們在公佈 全球百大的這個世界各大學的排名 你要擠進前百大 你高端能夠排第幾名 這第一個問題 你能不能競爭的過那上百劑 然後還有 如果能夠進入已經核發藥證了 完成了第三期的臨床實驗 也都有提出合格的科學數據跟論證了給 不管是那個世界衛生組織 以及各個主要的國家 像美國、英國、德國、法國這些 尤其是美國這些科技的 這個醫藥科技、生物科技的大國 通常給你藥證 就像BNT拿到藥證了 就表示已經都認可你了 美國的FDA、食藥署都已經OK 那你高端要走到這樣的 程度的話 你知道在他前面 看不到車尾登的 有多少支疫苗嗎 12劑 有12劑的已經國際進口 國際間認證的疫苗 已經都不只是各國的主要的 包括從WHO到歐盟到美國 到各個國家都給了他 這個EUA緊急授權之外 還有甚至該給的藥證都給了 所以我要講的是 已經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高端你面臨這兩個困境 你要怎麼一個一個去克服 所以我覺得不要講大話了 你說2022年的目標 就要生產1億劑 1億劑等於是你500萬劑的20倍 你如果500萬劑今年12月 要給台灣政府的都沒辦法達成 你明年1月到12月 你就要1億劑 明年很快 很快啊 過了三個月就馬上 明年2022年就來了 大家這兩年不都在疫情中 舉世都在疫情中度過嗎 那你現在講說 生產1億劑之後呢 你的數量一多 價格就會盪下來 Cost down 就會開始降價 還要等到你生產1億劑以後 價格才會降 到時候那個會有多少 全球 我說全球加強會有多少確診數字 跟那個死亡病故的這個數字呢 所以 我覺得不要再拿市場的這個機制啊 去那邊玩數字遊戲啊或怎麼樣 你真的能夠做到的話 你的產能你的量能那些東西都可以提升 然後還有你作為我們台灣 我們所有2400萬的這個同胞 中華民國台澎金馬 這麼多的這個人民 嗷嗷帶普的需要疫苗 去解決大家的這個危機 撇開12歲13歲以下的小朋友不能打 那成年人 甚至未成年的青少年 你要讓大家有足夠的這個保護力 高端你要趕快把你第三期的 臨床實驗走完 你在巴拉圭的這個實驗 不是號稱說你要付多少錢或怎麼樣 其實很多國家的人民 他已經在開始打各個國家國際進口疫苗 我為什麼要再去成為高端的這個人體實驗 當然啦也許你有這個本事 去找到南太平洋或者是中南美洲 這樣的一個國家 他們願意來參加你的這個 第三期臨床的這個人體實驗 或者是能夠參與你這樣的一個合作計畫 OK 但是你那個數據可能要加快腳步耶 因為你同時這個在台灣已經給你EUA了 但是在國外你的第三期臨床你不能延避掉耶 所以這個是大家給你的這個鼓勵和底氣耶 你不能戳頭掉人家給你的這個信心 然後在那邊空口說白話 然後結果空口套這個這個空手套白狼一樣 隨隨便便然後就跟我說我可以端出一億劑 我可以到時候一億劑之後價格再下價 話人人都會講不要說的比唱的好聽啊 所以高端今天在台灣打到現在就在20萬劑 以及接下來20萬劑打到快沒了 或者是接下來他有沒有一批一批進來 你要給大家看 你不是一直靠著政府給你那麼多的優惠 憂鬱來禮遇你 不是那個不入是真的很優待的禮遇你 然後蔡政府從總統到蘇貞昌到什麼 都幫你背書 然後甚至蔡英文總統用手臂來幫你背書 你拿出來的是什麼 你到現在之前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才打一個禮拜六例就這樣子走了 他到底有沒有直接參觀也成為醫界 沒有 至今沒交代 對 工房的一個爭議 還沒有跟大家講 家屬也想要知道一個死因 弄了指揮中心連人家的體重都會搞錯 然後要不然就是牽托到慢性病 要不然就是腥包膜這個阻塞什麼等等 諸如此類 到底有沒有相關 到底能不能要害救濟 這些都是也要政府跟著高端一起去承擔 因為政府你幫高端背書啊 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支持監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天新聞不會消失 就會更強大